好 接下來講那個摩擦力 我們那天講過了 摩擦力 基本上我們在一個地面上 一個物體巴上面 這個摩擦力 我剛剛寫FF 這個F是Fraction的意思 是摩擦力的意思 跟這邊的正向力 N的意思是Normal Force Normal Force一般在講就是說 它垂直於這個裡面的力 OK 就是法性的力量 對 法性的力量 所以我們的F 是個比於N 我知道寫懂意思嗎 FF 對 摩擦力 但是講摩擦力 可能是你最 大 近摩擦 喔 它也有一個 這個 或者是動摩擦力 可是 可是你說 這個 這個動的時候 它還會是正底 沒有 動的話就是正底 動的就是正底 對 可是它 它應該不是還可以看 我說它可以是這個 也可以是這個 可以是這個 也可以是這個 好 換這一段 紅一般來講 我們知道摩擦力 真的覺得很像 然後你 差點換個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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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比於N 這件事情看不懂 但是直接我在寫說 正比於N有問題 有問題 看不懂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子 我都壓著 壓著越用力 越不容易拉動它 對 就這樣的概念 我輕輕壓著 我輕輕沒有壓 它就很容易動 不過如果壓著它 基本上拉不動 對不對 摩擦力很大 很難去移動它 等一下 你壓著它 對 你壓著不是正常 蛤 你的手壓它是正常 正常 正常 N 怎麼會正常 N N是垂直桌面 F 是你要摩擦力嗎 F 這是摩擦力 F 我還沒畫 拉拉力 拉拉力在這邊 F 我覺得剛剛那個不準 你剛剛講的不好 是因為你沒有寫F 是啊 我沒有寫F 可是 這東西就很清楚 我沒有F的時候 我講的最大鏡頭差力 最大鏡頭差力 是一個 是一個 是一個定值 就算你沒有失聯它 我現在放在這邊 我說 你看這個錢包跟這桌子 有沒有一個最大鏡頭差力 有 有 它存在啊 可是你就不知道 你改變它的正向力 它的F5 F5會不會變大 或變小 那會變大 你感覺不出來 你的 摩擦力 沒有 我覺得說 這個名字 它現在有個摩擦力 對 它現在是 陳昀 它現在沒有摩擦力 按照你剛剛的說法它有啊 我剛剛講的最大鏡摩擦力 最大鏡摩擦力 跟摩擦力 不太一樣的意思 我知道 它是那個最大的那個線 這個書放在這邊 請問我沒有推它 它有摩擦力 沒有 沒有摩擦力 摩擦力抵抗你外力的 所以要搶先 沒有 我剛剛有 那為什麼是最大鏡摩擦力 最大鏡摩擦力 如果開始施它力的時候 讓它動 讓它動 動在那裡 是大那 之前 對不對 不是之前 陳昀 這一點就說最大鏡摩擦力 通過這一點之後 它動它掉下來 不是移動 可以上那之前 之前是這一段 所以那個斜線都沒有摩擦力 這一斜線一直動 都是摩擦力 都是摩擦力 它沒有移動 它沒有移動 好 这我自己有起点过 到它都没有移动的情况之下 它有摩擦力 当你到最后那一点要移动前的 要移动的那一刹那 过了那一刹那的时候 它开始就掉下来变动摩擦力 在这个移动的那一刹那呢 这叫做最大级摩擦力 所以这个不是有东西在拉它 对 这是有 这是有一个力在拉它 它前面才会有一个斜 对对对 我在推它的时候呢 我在撕给力给它的时候呢 我推它 我不是一推就弄啊 我如果推给它一牛顿的力 它没有移动 希望摩擦力多少 一牛顿 你要想啊 你要想啊 我这样子一牛顿的力在拉它 觉得它没有移动 哪一个力跟它平衡 就是摩擦力 一定有什么摩擦力 它平衡的 它才不会移动啊 所以 正大级摩擦力 会不会一牛顿就还大 假设你一牛顿拉它 它也不动的话 最大晋摩擦力 这跟那个作用力 反作用力 类似 类似 它是这样反作用力 是在 它拉它的时候呢 这桌面会给它反作用力 正常你说这反作用力 就是它的晋摩擦力 就是它这个晋摩擦力 OK 因为它没有移动 所以它晋摩擦力 对不对 想一下 没有问题 反而要消化一下 你没有听懂 去消化一下 所以你刚刚说的是 十多二 我刚刚说哪一个 我刚刚说哪一个 我刚刚说 最后的这个总结 好 我还没下一个总结 但是我刚才讲的是说 你识别它 一牛顿拉力 万一 这个东西还没有移动的时候 那你想想看 我们正常来讲 不是上一堂就讲过 只要瘦了个力 它那有加速度吗 一定运动方法会改变吗 可是它瘦了个力 运动方法会改变 表示什么 有另外一个力 有另外一个力 再装给它 一个阻力 对不对 我们说这就是摩擦力 OK 那这摩擦力是多少 也是一牛顿 才会平衡它 所以它就相当于合力为力 合力为力的情况之下 它运动方法会不会改变 对不对 OK 所以这时候 它的摩擦力就是一牛顿 所以你慢慢的增加力量 一牛顿在这边 两牛顿在这边 三牛顿在这边 到3.3牛顿的时候 那一瞬间突然就开始动了 我们就说3.3牛顿是什么 最大力摩擦 是最大力摩擦 你说 你刚才说 一牛顿它都没有装生 这个就是它的最大进口擦力 不是 这就是它们的哪里 就是它们的波 这就是它们的波 最大力摩擦力 最大力摩擦力 是个定值 是个定值 在 在 当你这个 物体被决定了 这个表面被决定了 它就有最大进口擦力 对 最大进口擦力 就跟刚刚的弹簧一样 我拿一个弹簧给你 给你做个实验 你就可以找到弹簧技术 一样的道理 我现在给你一个东西 我给你一个桌面 理论上 你可以做实验 就可以得到它的最大进口擦力 对不对 是这样 所以它也可以算 这个 这两个物体之间的 一个物理特性 所以最大进口擦力 可以得到 诶 比如说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比较明显 因为有个问题 它的 它 你认为它 它直接 正面就有个物理在擋力 那 这个擋力他也弄扪力吗 你说 对墙壁 有用推它 对 那墙壁上可以摩擦力 好像 看你怎麼認定啊 我也覺得蠻像的啊 對啊 我如果力量在大象超人一樣 對我來講不是豆腐嗎 從去過去啊 可是我穿過豆腐的時候 我有沒有收到摩塔裡 我有沒有收到一個阻力 有啊 還是有阻力啊 什麼啊 什麼的 對不對 你在空氣中運動的時候 你會不會撞到空氣分子 會啊 會嘛 空氣會給你阻力啊 對 這個牆壁 對我來講 當然力量很大 我撕給他1000牛頓 他可能就是當我1000牛頓 這阻力很大 可是他最大進化化力很大 因為是本身結構的問題 對不對 那你可以把這陣燈看起來沒有問題 可以這樣想一下 OK 有問題 so far 有問題 好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想說這兩個是 這兩個是一個比值關係 所以我們會寫 既然就有定值關係 我們就寫成 A N 或者是有人把這邊寫成Mu Mu N Mu 是一個係數 所以我們想說這叫做最大進摩擦係數 或者是動摩擦係數 Mu N 大家知道意思嗎 所以假設 我現在給你個N10牛頓 我告訴你 最大進摩擦 就是他技術是5.3 技術 然後 然後他的N是10牛頓 請願他的最大進摩他有多大 3N 就3N 這樣懂意思嗎 好 就是你要推 把它推移動 你至少要有3牛頓以上的力 他才開始移動 這樣懂的意思嗎 OK 我們剛剛看這個 是 作用與反作用力 是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是 其實我們剛剛好 我們不能把我們差勵 用他的概念去解決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定義 比如說 他說他兩者之間的作用力 他在不同路上 所以不能抵消 好 為什麼不能抵消 我們想一下 我們剛剛有問 我說你可以用 用一個所謂的這個叫做 作用力反作用力來解決 好 我們現在這個物體 以下是 有 你擦得很多 對 然後下面這個物體呢 這個物體好像是 可是他還在不同的物體上 好 所以他作用力反作用力 作用力在不同物體上 好 我現在 跟我講 我現在四個力給他 我四個力給他 是在那邊 每個白色的 都會對紅色四個力 所以說 對 白色都對紅色四個力的時候呢 是不是紅色的地板 會對白色也四個反作用力 不是 好 啊誰是摩擦力 這個紅色的總和 就是摩擦力 對不對 所以從來看的話 摩擦力也是一種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之間的對抗 給他講一下 只是一個正常的理由觀察 對 觀察 為什麼不知哪裏說法 我覺得你覺得偏偏哪裏 沒有 哪裏 這很早以前在聽過了 對 你覺得哪裏不合你可以抽看 可是我沒有去問你以外的老師哪裏 那你可以去求證啊 你可以求證啊 而且不見得是老師講才對 你可以去看看書啊 你可以去查各種資料 課本也沒有人這樣講 對 沒有人這樣解釋 但是我跟你講 我這樣解釋你覺得偏不合邏輯嗎 我們在學科學 最簡單的就是你要判斷的事情 是偏不合邏輯 有 你可以用你的基本 哪裏偏的邏輯 因為 首先我給他一個例子 假如他裡面他是一個一個凹槽 那桌子裡面也是一個一個凹槽 讓他卡住了 對 那假如我是 剛好向左或向右 是 不可能移動 是因為他卡住了 你要移動必須讓他脫離 對 所以你會給他一個向上的力 沒有啊 那不差會脫離 不一定 除非你那個凹槽是 軟一點 所以那個凹槽是脫離 對 你講兩者都可能啊 他有可能改變表面 他有可能讓他表面上 稍微向上 強大到可以破壞掉那個 可是我只不準是說 我只不準是說 我這時候會兩金屬 金屬裡面是平滑的 我也是平滑的 好 那不是平滑的 可是他們兩個之間的 不是平滑的 好 那他們就更不應該能夠移動啊 因為按照你的時候 他就是有 這麼小的東西很容易被破壞 你看 他怎麼破壞 我一個東西 我一個東西 我就讓這樣輕輕磨 我如果磨十年 你像不像這樣做的時候會被磨壞 會啊 可是假如我就是給一個 每一個 冰水都可以穿實了 有什麼東西沒辦法 我跟你講 你說 這不是神話 這是確實的 你東西啊 你這樣卡著的時候呢 那個東西非常細微 甚至可能是原子 原子程度而已 你並不知道 但是你移動它的時候 實際上那麼多原子 你看 表面這麼多原子 它每個原子都在作用 這個原子跟這個原子在作用 你這樣靠著它不是化學鍵 因為它本身原子跟原子間是有 會有交互會用 可是 按照你的 實際上說法的話 我覺得那個 根本就是 微小到 不能不用計算啊 我們沒有辦法一個一個計算 所以我們看的是一個走性 可是總力還是很小啊 總力不很小啊 對啊 這張桌子放在這邊 它跟桌子 請問它是靠什麼力 為什麼會讓它拉 很用力才拉得到 這張桌子靠在地板上 為什麼會拉什麼用力才拉得到 因為它都正向力很大 對啊 正向力很大 它正向力很大 如果沒有卡住的關係的話 對啊 它根本還是沒有摩擦力啊 不會不會 我一推就走了啊 不會啊 你看啊 我是一個胖子 我穿著溜冰鞋 你推我還是輕輕推就走了 為什麼 因為摩擦心理 屈心理 很容易移動 很容易移動 可是 懂我意思嗎 我就像在胖 我只要我跟地板上沒有任何摩擦力 你推我就是會移動 因為沒有力去抵消它 它推了就會移動 可是暗空母巾 那這時候有一艘航空母巾在水上 它摩擦係數很小 但是液體是有另外一個概念 事實上沒有錯 航空母巾放在裡面 我輕輕推它就知道嗎 真的嗎 真的 不會吧 為什麼你知道嗎 船在岸邊一定要綁懶神 為什麼 會被風吹走 風會把它 不是風很強 有一點風 它只要受了力 液體是一種很特殊的特性 液體的特性它沒辦法承受簡力 它沒辦法承受簡力 它沒辦法承受側向的力 沒辦法承受的意思就是基本上 你如果速度很慢的時候 你輕輕推它 它就開始移動了 它開始移動了 它移動的時候 就算你是航空母巾 我一個人去推它 只要它沒有綁懶神 我還是給它推動啊 沒有問題啊 所以為什麼船停在海上 它那樣下毛 它沒有下毛 隔壁行過就不斷傳到哪裡去了 對啊 對 所以 我們卡住這個東西 事實上是 很難去解釋它 所以基本上可能 特別不會去跟你解釋 就是說這是個現象 就這樣打給你 我只是用一個 你也許比較容易的地方去解釋它 欸 比較碎 OK 好 所以這樣子 摩擦係數懂的意思嗎 對 所以我如果公平說 那它的動摩擦係數是 0.25 當它開始移動了之後 這個現象 它的動摩擦係數是多少 動摩擦力 2.5 這樣懂的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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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就不會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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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只要推動它之後呢 接下來的話 我也是它等速度運動 我等一下用2.5的動機 就可以推動一下 等速度運動 好 好啦 我們 就一個小小的 配置 不是實驗 有2個方塊疊在一起 然後這時候移動下面的方塊 然後突然疊在上面的方塊 然後突然疊在上面的方塊 你要出行為就把它出清除了 可是我發現這很無聊 因為這沒什麼意義啊 不會無聊啊 這就有意義啊 好 來 怎麼會沒有意義 來 來 啊 飛了 陳寅知道 你剛剛講的東西意義在哪 你知道嗎 如果說 如果說 陳寅你剛剛講的意思 我把 好陳寅你題目先出版 我再講一個第一是什麼 真正的處理 或者線紧上面 現在都沒有2塊的必要 你說看 好 我們這時候呢 有2塊幫助 可是我剛剛想的 他就是肚子長的力 好 然後 下面的肚子 中間 以及 上面的肚子 中間 好 就是一個肚子裡面 然後呢 這時候我 用一個 一個 速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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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做 作業 我每天要出個題目給同學算 我在出題目的時候我就學得很快 你要想一個合理的題目也是很簡單的 對 我那時候是啊 我那時候是啊 所以我每天要出個題目給同學算 所以 你在出題目的時候你要想很多的考量 對 所以 我們先讓陳映先試試看 好 大家可以下課 我想让陈姨强调 陈姨冷静